民众上班前 无论在家或是在公司 总是要吃顿早餐补充活力 但有些人吃完早餐 反而是昏昏欲睡 营养师提醒大家 摄取蛋白质的三种NG行为 吃错了 反而会对身体健康造成负担哦 营养专科咨询中心院长赵涵英表示 现在的人总以为蛋白质有吃 多吃就好 但吃错食物 吃错顺序与吃错时间 不只是让你早餐越吃越累 还可能累积过多脂肪 让健康亮起红灯 他提出三种摄取蛋白质的NG观念 首先就是吃错蛋白质 容易将高油、精致淀粉吃下肚 像是早餐常见的蛋饼 萝卜膏加蛋 虽然有丰富蛋白质 却会同时摄取多余的油脂、淀粉与调味料 研究指出摄取过多高热量食物 会囤积内脏脂肪 提高糖尿病、高血压与代谢疾病的风险 第二就是吃错顺序 很多人会选择动物性蛋白质 当作摄取蛋白质的来源 但动物性蛋白质中 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 摄取过多容易使得胆固醇沉积在血管中 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营养师提醒 应该优先挑选植物性蛋白质的豆类 减轻身体负担 像是豆浆就含有大豆蛋白 是相当容易取得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 美国医学会期刊指出 以植物性蛋白质取代3%的动物性蛋白质 就能降低10%的死亡风险 第三 吃错时间 蛋白质摄取不是吃够 吃对就好 赵涵颖说 早上是身体非常渴求蛋白质补充能量的时段 不过人体一次合成蛋白质的量体有限 一餐摄取太大量 超过负荷的部分 反而会流失、浪费掉 他建议可以把握早餐黄金期 以豆类作为优先的植物性蛋白质摄取 用一杯豆浆取代部分动物性蛋白质或淀粉 豆浆中除了有植物性蛋白质的大豆蛋白 还可以帮助肌肉生长 还含有大豆翼黄铜 可以打造好气色 大豆卵磷脂则可以帮助提升精神 让思绪更灵活 人间福报陈宁芳 台北报导 请订阅我的频道 いて会逢 现在是需要让room 厨房 头垂得 在过烯 一枚子 手 摄,